在这座戒备森严号称铁棺材的高墙里 每年都会有数不清的罪犯想逃出去 可是结局都是以失败告终 只因为这里有着森严的管理体制 里面的管教员也是铁面无私 马铃鼠这两父子就因为脚臭嘴和动作低级最框框入狱 奈何他们还是喊冤教区 毕竟美牙指的严厉警告他们一切已成病局 广志本来还想为自己的脚证明 结果这一文差点就隐恨西北 就在这时广志跟前就出现了衬手的工具 可惜使了吃奶的精也没能拿到 一旁的马老六健壮便轻松爬树栏杆 就这么过了三十秒才发现自家儿子居然能轻松穿过铁栏杆 事已至此 广志只得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写真集 奈何这小子是油盐不尽 没办法只能换个更劲爆的 这下才终于打动了这小子 于是这俩父子很快便开展了逃逸计划 一个挖地道一个去把风 虽然感觉有点怪 但不得不说这小子为了美女小姐姐还是很卖力的 机缘巧合下美牙巡逻的脚步声 竟跟马铃薯的敲击声重合在一起了 甚至让他开始不自觉地欢跳起来 到了棒了 马铃薯居然真的挖出了一条地道 父子俩正式开启逃逸计划 可还没走多远 马铃薯就受不了广志的脚臭味了 无奈之下只得调换位置 结果这次大孝子的臭屁又熏到老父亲 就在这次监狱的警报声响彻天气 很快这两父子就决定吃饱后再去洗个澡 然后再每每睡一觉 不知他们的秘密已经被发现 你知道熊孩子跟关孩子的区别吗 那就是一个会被父母请求帮忙做便当 而另一个 这天美牙做了各种色香味俱全的便当 准备一家人去赏樱花 就连广志想偷尝一口都被打烧 像这个时候还得是马铃薯出手猜起 尝到甜头后马铃薯又继续如法炮制 很快所有的便当都被他尝了一遍 随后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官 居然还不怕死的也一起美牙来 妮妮家也满心欢喜的准备好了便当 可当听到妮妮说野员一家也要一同赏樱花时 妮妮妈妈立即不淡定了 可怜有的大白兔又要惨遭毒手 妮妮也是一如既往的被吓到了 而此时的广志正在苦苦寻找少花药用的桌布 还好大孝子拎着个手电筒进去帮忙找 可没想到下一秒这小子就差点把广志吓晕 把老父亲坑了一把后这小子又去找美牙 当看到老母亲正在尝味道 这小子也吵着喝了一口 就在这时小葵突然醒了 看着老母亲离开 马铃薯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自知闯下大祸 这小子本想补救一番 结果却是越补越乱 事后还算镇定的他连忙又去询问美牙喜欢的味道 当得知对方喜欢酸甜口味后 这小子立马就去翻找醋和巧克力 而这时候的妮妮一家已经两手空空占好地方就等野人家了 妮妮爸爸很是不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与此同时 野人家两夫妻因为尝了一口大孝子家足料的甜不辣 差点就已困西北 马铃薯也因此喜提转转拳 美牙更是气得放话不去赏樱花了 只是可怜的妮妮一家还在苦苦等待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平时调皮捣蛋的小新 居然为妈妈精心准备母亲节的礼物 美牙心里感动万分 那么小新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极小只在公园侃侃而谈各自长大后的梦想 小新想要当隧道工人挖通全世界的隧道 封肩是要做一个杰出的青年政治家 而妮妮则想当的好妈妈 说到这里封肩突然想起来明天就是母亲节 询问大家有什么计划 妮妮打算给妈妈画一张画像当做礼物送给她 封肩表示自己已经买好了康乃馨 正难要做锤背券送给妈妈 阿呆则是什么也不送 因为在母亲节当天她会做个乖宝宝 为了感谢妈妈小新表示自己什么都愿意做 可是又很担心到时候会忘了母亲节这回事 正难提议可以把节日写在手心里时刻记着 这时封肩表示应该要把礼物先藏起来 到时候才能给妈妈意外惊喜 很快到了第二天 一大早起来去洗脸的时候 小新看到手上的标记才想起来今天是母亲节 随后便来到花店打算买一束康乃馨送给妈妈 可自己全部家当只有50块钱而已远远还不够 于是请求老板打个折还被当场拒绝 你趁谁大姐叫哥哥 趁谁大姐 你应该是趁我大姐 回到家的小新便亲手画了张美牙的画像 奈何在自己的印象中妈妈就是这么凶声恶傻 可这样到时候肯定又会被训斥一顿 接着她便学着正男制作垂背券送给妈妈 可却不知道券字怎么写 就在这时美牙喊话让她过去帮忙 小新赶忙撒腿跑下楼覆灭 本想通过帮忙做家务来让妈妈高兴一回 可不料下一秒就被自己搞砸了 小新健壮只好选择赶紧开溜 把那个道理给我 可恶 小爹 美牙则握紧拳头怒气冲冲上楼找小新算账 殊不知这小子早已逃之夭夭 接着就在房间里发现小新精心为自己制作的垂背券和画像 美牙顿时感动万分 很快到了晚上广之外出回来 刚进门就传来美牙一阵阵声音 广之吓得赶忙过去一探究竟 原来是小新正在乖乖给美牙垂背按摩 美牙很是开心地表示这是小新为她准备的母亲节的礼物 见此广之提醒她到时候可千万不要忘记了父亲节 小新表示将来的事她可不敢保证 不得不说小新平时虽然调皮捣蛋 但她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此时的美牙心里美滋滋 野员一家喜提新车的第一天 没想到刚上路就被美牙给霍霍了 真是太惨了 穷困潦倒的野员一家终于要换新车了 这天他们来到4S店 销售员大姐姐看到顿时开心的不行 很快他们便看中一辆轿车 一家人很兴奋地全车打量了起来 随后到了签合同的环节 由于经济压力此次买车要分36期还清 小新很伤脑筋 现在又多了个36期的车带 接着广志询问他们的旧车能否回收个高价 销售员表示很为难 那辆车已经伤痕累累而且引擎也坏掉了 广志机灵回应到如果回收价格低的话 那就不考虑买车了 可为了能够今天把车卖出去 他竟然提出要由他私人用高价买下来好了 随后轮到销售员写合同的时候 却遇到了麻烦 他居然不知道买字怎么写 就是上面一个字 下面一个背名 还好再写错的字盖个章就可以了 可不料后面居然接连出现错误 待到销售员写好的时候 整个合同已经变得遭乱不堪 数日之后小新一家要告别陪伴许久的旧车子 想想之前一起度过的风风雨雨 全家人顿感不舍 销售员连忙表示要带他们去提新车 一家人瞬间转为危险 不得不说这车子还真是拉风 喜提新车的广志不禁赞叹车子 还是新的比较好 小新作词补充一句老婆也是新的好 不出意外直接喜提一顿爱的输出 随后回到家销售员提议拍个照做纪念 毕竟这是他卖出去的第一辆车 听到要拍照美牙便赶紧先跑回家化个妆 接着销售员便把相机拿给广志要求帮他拍一张 随后便到了紧张刺激的美牙到车入库环境 而美牙则是嘴硬表示自己没问题 可毕竟这可是新车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下一秒就传来撞车的声音 没想到刚喜提的新车一下子就被美牙给破坏了 销售员让他们节哀顺变了 特别是因为车头号码不好的关系 五分名车 四处杂撞